七十五,香港《雙報》2013年3月3日報章 此,零二週日生活一言倫命 拜陳一言父母在北縣由1980年7月15日出生的丁先生 為人意願生活,時下的人喜歡下班後留年夜店,或逛街玩樂 你卻寧願早點回家,享受家庭樂趣 但你生活上凡所事同樣多數來自家庭 這可能人際關係中最難處理的部分 佳因你的家人實在不容易相處 你狠受別人對你的眼光所影響 非常介意別人把你看扁 也因此有時會打總臉充半子 可是有時會識得其反 或是做回自己較快樂一點 你又恆生於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讀書成績不過不失 出來社會工作不成問題 只要努力收好一門專業 生活便很穩定了 你並不適合營商 這不是因為你腦子不夠靈活 而是因為各方面的條件有點不足 包括了財政與人物關係 不單止不容易得到親戚朋友的幫忙 還會被拖後腿 對於很重親情的你 很難不受到牽扯 影響了創業生涯 你沒有多大的橫財命 一生的財富都是黑勤黑劍而得來 有點無奈的是 你的婚姻並不美滿 雖待到二零一八年之後 才能遇到一個遠你一生相屍首的好女子 最感恩惠的是 你的子女多 讓子俊修 孝順 成就也很好 令你晚年無憂 想弄而為樂 早點打算吧 今年你的運程屬於平吉 上半年比下半年好 但並不宜開展事業 以受身為佳 不要把辛苦得來的積蓄苦於流水 工作方面 由於命大食神 很適宜做你現任的工作 由於尊嚴外國食品或食材 者或許能讓你創出新的工作方向 未來幾年 最要注意的不是工作 而是父母親的健康 由於母親的健康更差 多點時防母親能讓他身心都健康一些 事已不移到遠方工作 妻子方面 會有較多摩擦 盡量忍讓 否則可能會離意收場 今年亦馬聲動 會有外遊機會 最好安排在秋天之前成行 旅程會更暢快 健康方面 而注意皮膚病 及躁抑之症 有控而多游泳 陳一言 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tuningajan at gmail.com